从客人变成主人 不话说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好 喂 你好 王经理 没有啊 什么 暂时取消所有的活动安排 明白了吗 拜拜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 灵灵 我正在你家门口 有好多记者在门口 你在旅馆 好 我现在过去找你 为什么不接电话啊 正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正昊 正昊怎么办啊 来这是为了躲记者吗 是啊 我一直打电话给王文青 可是我怎么打都打不通 我现在心里面好慌哦 担心 要是再出什么事怎么办呢 你是万众瞩目的明星 一举一动都要小心才是啊 演员也是正常人哪 难免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怎么可能每天都把笑容挂在脸上呢 是啊 我理解 不用担心 我会尽力帮你 相信我 好吗 来了 来了 您好 您好 请等一下啊 请问 您是五星电子金正号号总经理吗 是又怎么样 听说您要进去娱乐界 正在跟明明接触是吗 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我们联系不到明明小姐 可是知道她在这里 所以特地来做个采访 请问她在吗 你们俩是朋友不会不知道吗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里是我住的地方啊 好吧 好吧 我们先走吧 再见 再见 等一下 如果两位还没有吃饭 一起吃顿饭 怎么样 虽然当时我不在现场 但是听说明明当天状况不怎么好 还有一天要赶那么多活动 可能是太累了吧 是明明小姐 要您这样跟我们记者说的吗 什么 明明怎么可能这么说啊 是我觉得你们对这件事误会太大了 所以才给你们解采一下 不方便 经纪人跟本人亲自解释 就让信任的朋友出面解释 引起舆论的同情是不是 什么是舆论的同情 您这么说是不是太过分了 如果您以为 您这么说会引起舆论同情的话 我看您是想错了 没有学会同情出身于豪门 明镇全中国的大明星明明小姐吧 我不知道你们同情她 也不是说她没错 但即使是豪门千金大明星 也有自己的感情 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往坏注册 突然有人用那种方式冲过去 谁都会受到惊吓 如果只是受到一点惊吓 也不至于这么做吧 那位只是明明小姐的忠实歌迷 只是想得到一份签名而已 该这么说 如果没有那种歌迷的存在 也不会有明明小姐的存在 你们是不是有特殊的关系 超越了彭的感情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明明小姐本身就是绯闻制造机 也许你们两个 你胡说什么啊 这家伙啊 干什么 臭小子 你想干什么 别拍 别拍 放手你放手 干什么啊你 大明星明明在清明围上 对自己真实歌迷的无理行为 最近成为娱乐圈的新闻焦点 近日因记者拒绝给明明写澄清报导 她的朋友对记者大打出手 根据消息指出 这位朋友同样也是上流社会的子弟 也是明明的好朋友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既然已经上钩了 要不要开始行动呢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 你冷静点冷静一点 郑昊啊 她其实也是想帮你解决问题 可是那些记者实在太过分了 所以才会有些小冲突 我 这下可好了 把这个写程报到 那么观众 就会把注意力从我们身上挪开 这个 对我们是没什么坏处 但是你以后可不能反悔啊 你放心 我们合作又不是一两天了 再说我王文青 要在这个圈子里混一辈子 靠你了 那就好 再见 好 回来了 你这房子好像高级拼管 舒服得我不知不觉想睡觉了 好累啊 跟你说过了 叫你不要出面的嘛 我也是出于好心 联系不到王文青 明明很难受 王文青那小子 看来也不是泛泛之辈啊 这就是啊 三十六季中的以义代劳 以义代劳 嗯 所谓以义代劳 就是避开对方的锋芒 增强自己的力量 审时惰势 寻找战机 调动对方四处奔波 这样一来 等对方疲惫不堪 锐气消减 敌我态势发生变化时 在后发之人 以义代劳 防守的人啊 是最安全的 攻击的人啊 一定会疲倦 等敌人疲倦的时候 再进行反旗 就会轻松取决生的意思 这就是所谓的 一义代劳 您的意思是 王文清故意先从这件事中脱身吗 如果不是这样 做事一向有始有终的家伙 怎么可能不在位子上 他是要等到 你跟明明双双倒下之后 再轻松获胜 这就是说 王文清也懂得三十六计 嗯 这么说 我还不如不用计呢 当然不是啊 你要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计策 兵法三十六计 最重要的 就是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